西洋大人 我今天告诉你好天气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东北季风明显减弱 东半部是东南到偏南风的环境 另外在台湾北方海面有小型的低压发展 为台湾海峡侧带来北风的环境 也有些华南云西东移通过台湾北部海面 水汽呢较原型预期稍多一些 因此北部东半部地区今天仍是多云为主的天气 偶尔也有些短暂雨的机会 中南部层间云量偏多 不过接近中午时会陆续消散 转为多云道晴的天气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会稍微回升 白天高温约22到23度 其他地区则与昨天相当 明天封面对过台湾附近之后 东北季风短暂增强 北部东半部地区多云道应有局部的短暂雨 中南部早晚仍有低云雾机会 白天时短则是多云实情的天气 山区才会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 北部白天高温稍降约1到3度 感受上会比今天稍微阴凉一些 周六东北季风又快速减弱 到周日呢会转为高压回流影响的东南到平南风 海峡侧则有些西南风影响 各地的天气陆续转好为多云道情 只有东半部及北部山区 偶尔还是会有些年薪降雨的机会 气温也会再次的回暖 各地周日高温上看25到26度 周南部内陆在这几天持续有30到32度高温的机会 感受上会比较门热一些 下周一上午期间 台湾各地仍然维持相似的稳定温暖天气 下午封面逐渐通过后 冷气团或强烈冷气团南下 晚间到下周二 也有些华南水气逐渐东移 北部东南部地区会陆续转为阴雨天气 周南部也是多云道阴 偶尔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在山区附近会比较明显一些 下周三华南水气减少 但北东部地区仍持续有较多的云量以及短暂雨 周南部则是转为多云道情天气 目前看下周的冷空气强度 仍在冷气团到强烈道路冷气团左右 虽然达到寒流的机会不高 但相较本周会明显的转冷 预估下周一晚间逐渐降温 最冷的时间同样在下周二到下周四 北部市区早晚低温11到13度 郊区约10度左右 白天的高温也只有约14到16度 全天阴冷 周南部早晚低温也会下探13到17度 下周二云量偏多 高温也只有约20到23度左右 跟近期相比会有显著的变化 提醒大家别忘了做好预寒的准备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欧中学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